我家猫好像有点奇怪 在床底躲了三天还不出来 正准备戴上眼镜去抓时 却发现 真无语 今天上班时看监控 发现我家猫自己开门跑了出去 回家后到处都没找到他 我就在小区里张贴寻猫起始 没想到贴到一半 发现旁边的草丛有动静 猫小宝 是你吗 哎 找你半天了 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于是我赶紧带他回了家 没想到刚回家没多久 就有人来敲门 你好 我在楼下紧到一只黑猫 这是你丢的吧 等等 怎么感觉你长得跟上伯伯呢 你俩都这么黑 到底谁才是伯伯呀 算了 一十八回认不出来也没关系 可以先把你们都养着 哎 这里面怎么有猫叫 听说你在找我 王小宝 原来你走在柜子里 那他们两个是哪来的呀 是这样的 在网上看见白猫 在其他猫的眼中是最丑的 看了看我家的小白猫 好像大家都不爱和他玩 你这也不丑啊 晒酸到毛都养出来了 肯定是没打理大家才觉得你不好看的 为了家庭和睦 我打算煮一锅超级变态版猫的喝水 给小奶猫洗个澡 这什么文艺还挺香 我尝尝 我尝尝 哎呀 我好香 喝醉油 好不容易洗完准备烘干 没想到 我猫饮饭了 我也是 火鲜心 火鲜 让我们来看看洗完澡的效果吧 好像有一股初恋的味道 助手你个变态 还好我毛多不然就凸了 我怀疑我家猫成精了 是这样的 今天我出门时不小心把桌上的麦片碰倒了 因为着急上班就没打扫 结果晚上回家后发现地板变得非常干净 垃圾也离奇消失了 于是我就查看了监控 结果没想到 露露 你太聪明了吧 我要睡觉了 你帮我把灯关了呗